啊 啊 我Q閃明明是Q的前面的人為什麼他會自動往後面Q閃 為什麼呀他媽的真的有bug嗎 我Q閃隨吧明明放在前面他自動往後面閃 那波Q閃就是bug呀或者說他這個機制就不能Q閃 上一波我是有那波Q閃我肯定有問題呀 那波是我的問題呀 那我也沒辦法呀我Q閃他這樣Q閃那我也沒辦法 誰知道他那個不能往前啊 不是有了那個bug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什麼機制 設置怎麼設置啊 他不是能正常Q閃嗎 我那波我就是想Q閃接大呀 然後Q閃他媽的這樣閃的 不是好像比這更誇張我那個是這樣的 我想Q閃這樣放我想這樣Q閃 你看你看你看就是這個就是跟那個一模一樣我操 我他媽的鼠標明明對著人的 非要斜著閃 這有時候又可以有時候又不行 你看到沒 我鼠標明明是對著這個人的 他非要往這裡 往這裡閃 怎麼說 這能怪我下午到我真怪不了我吧 這屬於bug 就非要說我嘴硬 那波是真的 真的是這個東西有bug 不然那波贏了就一波了 或者說永恩他這個機制 要玩點閃 搞到我以後玩永恩都不敢Q閃了 感覺應該是我Q 就是我Q的那個鼠標 鼠標的位置應該要遠一點 如果是在就是我閃現那個地方的話 他就有可能斜著 斜著吹 對對對就是我鼠標人物不能重疊 我如果鼠標在我人物閃現的那個地方的話 他就有可能會斜著吹 那總有被抓的時候吧玩遊戲 總有崩的時候吧 中期肯定不需要我操作 我中期不跟武器打 這把就贏了呀 但我就是想跟他操作呀 我打個牌位我還要慫著 去不跟他操作 那我打比賽也不敢操作了呀 我打牌位操作死了 終於打比賽操作死了強吧 比你們這 給這敲擊盤要強一點吧 那我中期肯定可以不找武器單挑啊 那我不找他單挑 等隊友戴死也可以啊 那我很需要這把牌位的勝利嗎 我又不是這把贏了我就含服第一了 我跟他操作一下死了 那總比 總比我不敢操作強吧 那我前面崩的也是因為被抓的呀 那被抓的 本來就是有時候會被抓 那被抓的就一定要把鍋背好嗎 甩鍋也沒甩鍋啊 是我的問題啊 但是我下路大波Q閃就是因為 沒操作好呀 但是另外兩波團不是我的問題啊